欢迎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看城市大世界 来自台湾的玉山神学院创立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 在传播神学的基础上也致力于原住民的文化研究和传承 不久前和尚团在北美之旅中为多伦多地区的朋友们带来了独特的表演 美丽的歌声飘来让人误以为自己去到了台湾和许多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欢歌起舞 原来来自台湾的玉山神学院纳鲁湾合唱团来到了多伦多 在各个教会共演出舞场 这边当然跟台湾的气候是差很多 可是这里确实是世界有名的美丽的国家 原住民的音乐特点 其实十几个族群音乐的那个 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那有些曲子他们是比较鲜明的 比如说像阿美族 有歌有舞 那有些族群 比如说像泰雅族 他们有比较具特色的四个音的音阶的歌曲 纳鲁湾这三个字本身它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意思 是一个虚词 但是大家都这样子在用 所以那时候说要叫做什么合唱团呢 要叫做学校的玉山神学院合唱团 后来他们就叫纳鲁湾合唱团好了 因为去到哪里人家知道这是一个原住民的合唱团 这次合唱团还带来了不少各民族的手工艺品 展现台湾的民族风情 夺得台湾大专院校合唱比赛的冠军后 纳鲁湾合唱团开始了全球的艺术之旅 他们采用不插电的方式 用纯粹的不带杂质的歌声歌唱 体现在纯粹的天然环境下孕育的原住民音乐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台湾屏東那边的卢凯族人 感受就是在这边学习到很多 除了自己本身的音乐文化 还有别其他族群少数民族的歌都有学到 这个是老鹰的羽毛 那这个也是一个勇士的那个象征 合唱团除了演唱歌曲 还带来了原住民自己独有的乐器 像这是用鼻子吹奏的鼻笛 以及自己亲手制作的台笛 我是台湾台东的阿美族 然后目前就读这个玉山神学院音乐系的一年级 这个衣服很漂亮 对 这是阿美族男生的服装 青年勇士的服装 对 他每个阶级不同 原住民他没有一定的文字跟旋律 还有节拍 那在记录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身为神学院的学员 团员们还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认识神的经历 并在歌曲中融入了圣经的故事演绎 中文字幕cy非常之一 中文字幕历城 在組冠手 vind还是ground 的反抗